Siri 我帥不帥 對我來說 你很完美 好會說話 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友 今天我要拍一條影片 在我Youtube頻道比較少拍的影片 就是Review Tech的產品 但因為我實在是一個Apple的超級Fancy 我今天就要跟大家一起Review這個 HomePod Mini 如果想看的就繼續看下去吧 我今天要在這裡跟大家一起Unbox這個 HomePod Mini 我們先查多少錢 這個智能Speaker是749元 它超級Price Friendly Price Tag都還在 好了 不管那麼多了 我們現在立刻開這個Box給大家看 即是這些大公司有想過設計的嘛 Logo 為什麼 我都在想 為什麼要有這樣斜斜的Logo 我覺得它想做一個很年輕的效果 即是如果那些字太正經 就是很Proper 但它這樣有一種Fundie的感覺 一些音樂震撼的程度可以震到字歪了 來了 Woohoo Look at this 真是整個橙的HomePod Mini 好像一個超小的日本高級麥瓜 買個漂亮的麥瓜 不止749元對不對 那它這個設計就是 如果是白色就是白色的Cable 如果它是黑色的話就是黑色的Cable 它這個很好的支柱是一個USB頭 即是如果你本身有一個插著的插頭 你就可以直接用那個插頭 你就不用多一個插頭 當然它的盒子裡面也有送一個插頭 我們一起看看它的設計 軟壇不大小的麥瓜 這個Speaker是沒有一個Screen 它只有一個發光的indicator 即是會讓你看到家同隔 怎樣按的呢 我們現在馬上嘗試一下 咦 它 噢 Look OK 那是很酷 很酷 那是怎樣做的呢 首先就是用iPhone 哇 這裡已經出了 HomePod Mini Setup 我設定它為Bedroom Setup 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 有一個圓圈 就讓你掃插這個東西 同一時間在設定很多的喇叭 你可以直接知道你在設定哪一個 這樣掃插 喔 搞定了 一次我可以拿到多少 以我所知 HomePod Mini是不可以連接大個HomePod 但HomePod Mini 我想無限都可以 還有你想想你平時買喇叭都幾千元 七百多元 買兩個都是1500元 真的很值得玩 大家看著 撕了之後會看到些什麼 蘋果Logo 喂Siri 是不是很漂亮 還有我平時是一個 不是很用Siri的人 但我覺得為了HomePod 就可以用Siri 首先我們可以看它有多智能 喂Siri 說個笑話來聽聽 雪櫃裡面有九隻雞蛋 第一隻雞蛋說 你看看最後那隻雞蛋 好奇怪啊 有沒有的 第二隻雞蛋看最後那隻雞蛋 一隻傳一隻 傳到第九隻雞蛋 他轉身去看看旁邊那隻雞蛋 只是聽到 看什麼啊 沒見過奇異果嗎 這個智能的喇叭 收音很強 其實它有四個Microphone 三個就是收音Siri 第四個就是Noise Canceling 它是一個圓形的喇叭 它做到Stereo效果 還有它這個喇叭有一個特別的功能 譬如說你把你的喇叭放在牆上 就會智能地 將聲音不會反彈太多去牆上 音質就會漂亮很多 有時那些360度喇叭 放在牆上 有回音沒那麼好聽 但如果你這個就不會做到這個效果 還有這個Speaker 有一個我很喜歡的功能 就是譬如說 電話播音樂 我想它播歌 但我不想按那麼多按鈕 只要我拿個電話走過去 完全不用按鈕 已經做到了 我想去電話 只要這樣 它的聲音真的很漂亮 它比我用其他品牌的喇叭 而且如果你是有用Apple Music的朋友 你可以這樣 喂Siri 播首歌來聽聽 這裡有一些資料附的音樂 播放 就是這樣 喂Siri 不要播 如果我有時起床的時候 這樣 喂Siri 外面有沒有下雨 現在沒有下雨 喂Siri 現在去尖沙咀塞不塞車 去尖沙咀路放多車 行西區海底隧道 要用大概20分鐘 是不是很用 但是這個HomePod 抱歉 現在已經是不能買了 如果大家訂購的話 要去到1月20多號才有 HomePod 不是一個無線speaker 它不是一個可以拿出街 不用插線的 它是需要用濕電 大家一定要記住 它是用濕電的 千萬不要以為它是 充完電就可以 不用用濕電 這些聲音真的很厲害 所以我們要再試一次 喂Siri最大聲 很大聲的 你確定 是啊肯定 來吧 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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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我那個 privacy的問題 先上網看 這個是Apple的網站 A speaker that protects your right to privacy 他說 尤其在你的家裡 雖然他會收音 HomePod mini is designed to keep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safe to be a trusted assistant in your family's everyday life I trust you Apple 好啦 如果你考慮現在 買不買HomePod mini的朋友 希望可以解答到這個問題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要訂閱 Like Share 記得要追蹤IG 好啦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啦 它又來了 拜拜啦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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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